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 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 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说李静蕾的文章写得很好 但是等等 你要认真看的话 李静蕾的文章 强的地方是在证据里 他的治理行间 搜证 对 并没有多么的 这个治情治理 令人一举同情类 没有 他完全是证据力 李静蕾写的那个东西 基本上是律师思考 我每一个东西就是 我预判你的预判 你今天已经说 我其实没有这回事好 我手上就有证据 他的证据力从头到尾 是很完整的 所以坦白说 王立宏的一家人跟王立宏本人 太过小看你的证捩人 你的证捩人明明是一个 国际企业副总裁等级的人 结果你把他收来之后 变你家的长工 变你家的女佣 你想想看 有志男生的状况之下 他能够经营一个 国际企业的地方分布 他难道不能用同样的能力 来写一份你的声讨报告吗 就跟周扬青一样 周扬青当年写的那篇文章是 犯人小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愿天下英雄共讨之 他的那个东西 目的就是铺陈到 大家媒体要站在我这边 李敬蕾的逻辑也是一样 所以他走的反而是另外一个方向 但最后还是呼吁 请大家找专业的危机处理专家 跟经纪人来处理这种 大规模的危机事件 我想再追问一听 你觉得李敬蕾到底想干嘛 只是钱吗 外界说只是要钱 第一个要出气 出气就是你过去这么多年 小看我一个国际企业的副总裁 我今天让你全家上上下下 知道我过去这段时间 收集的所有东西 第二个求生活稳定 生活稳定的意思就是 by contract or by law 你要给我抚养费 可是李敬蕾有一个东西 在这个逻辑里面都不转 不知道是感性盖过理性 还是他有别的想法 因为他把王力宏毁到这个程度了 你叫他每个月要给91万 第一个他大概只能在台湾 只能在台湾唱跨年了 所以各位这个力宏粉 你要高兴 以后大概20年 王力宏可能每年都可以唱跨年了 你甚至可能到 这什么四目鱼记 或者乡下这个什么酸菜记 王力宏都会去唱歌 好 你不用担心 但他这样要交得出91万 per month 就这个有困难 所以很有可能 吴江那一个房子 大概就是要卖掉 卖掉之后换了现金 然后让李敬蕾可以有 比较安稳的未来 所以恭喜台湾的各县市政府 以后跨年或是任何的小活动 什么地方炸邯郸 你都可以请王力宏来唱歌 而且搞不好三千块他就来了 也不要说三千块 要付交通费跟包一个便当 因为他在对岸已经完全没戏了 连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对这个事情都讨论的 非常非常深入的时候 力宏以后可能就加入 地方巡回的一个行列 是 力宏要保重 不过我要问一下巧新 因为你是现场来宾 唯一的女性 你觉得李敬蕾她到底 我们可以看到她在媒体上面 她没有放过许洛轩 我必须这样讲 她没有放过许洛轩 还有她对Yumi 感觉也是更狠 那个飞镖 因为Yumi可能看起来比较低阶 那个飞镖射得也比较又很优准 她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她们两个有恨 就是不爽 就是在整个过程里面觉得说 就是王力宏已经跟我结婚 里面也都知道 那为什么你们还有这么多 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 不管是交流也好或怎么样 她就是觉得不满意 然后她今天 她今天已经跟王力宏分开 她如果没有趁这一次 把她一次全部都捅破的话 血流成河的话 那以后再出来讲 人家只会觉得 你这个女生很奇怪 你以后就错过了 把这件事情真相大白 让大家知道说 王力宏是这么糟糕的人之外 这几个人也非常的糟糕 所以对她而言她气的人 绝对不只有王力宏而已 她也认为就是说 王力宏她当然个人行为很糟 但是你们这些女生 是不是在过程当中 你们也知道我的存在 但是却配合着她这样子 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在婚前跟她一大堆有的没的的 她都没有写出名字 她都没有指名 她只是说当时的情况 就是已经非常混乱 跟非常复杂 但她有去暗示出名字的 都是在讲婚后 还有持续跟王力宏联络的两个人 才是她主要典名的对象 她在这件事情上 她划分的其实很清楚 所以我认为她的不满 除了对王力宏之外 也对了婚后她认为 影响到她婚姻关系跟生活的 影响到她配偶权的这些人 她其实一点一滴都记在心里 你可以想象那个东西有多么新 她每天都要搜集这些证据 其实是很辛苦的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讨论这件事情 其实也为一些电视机前面 或是网络前面 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观众朋友 我们必须对你说 如果你崇拜偶像OK的 可是必须要保护好自己 因为其实不只是王力宏 在演艺圈 在包括运动界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明星 如果她安有坏心眼 她片粉的模式可能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你刚刚留言的时候 她直接回你 或在IG上面直接回你的时候 她跟你说 你在美国待过 或是你现在住美国 我去美国的时候 你帮我拜扭好不好 你会不会同意 如果她跟你出去之后 她告诉你说 我觉得你很不错 你很好聊天 都是很正经八百的跟你讲 后来就说天生晚了 我说你回家吧 她当你回家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想要借个厕所 上去之后 她说这么晚了 对啊 你有想要把我留下来吗 我们曾经说 台湾有一个更渣的人 还没有被爆出来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她找的都是粉丝 也就像你这样的铁粉 也就是用我刚刚所讲的 这些模式的方式 好 如果有更多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 在晚号7点半 请在网路上 看这个小葛更多的爆料 其实本来就是 因为对这些粉丝来讲 他本来就是因为 对这些偶像 有崇拜的心情 才会想要接近他 不然怎么会成为他粉丝 如果这个时候当偶像 突然间对你很 清言清语 然后你又分潮温柔的 我看这时候不陶醉的人 非常非常少 像是兵哥 如果说今天有人就说 兵哥他很喜欢你 然后兵哥就说 晚上一起喝咖啡 我看那个女粉丝都会跟着走 我是比较难 猪大可能比较多 晚上一起吃烧肉 我们一起来烤山猪吧 对 而且你看兵哥喜欢音乐 在家里面来听古典音乐 我都想要去兵哥家里听音乐 一定要描述到 宣传到这么诱人 可是我们不想一来 坐在我的大腿上 我一边弹奏着兵哥 我们一边在那边听音乐 你看多搞 而且还朱大香香的 因为我比较讲 就是偶像要去 假设他真的对粉丝 有所企图的话 基本上那个就是 隔层沙的问题 就看他要不要的问题而已 所以粉丝在这方面 是几乎完全缺乏抵抗力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 一个很两难的东西 你要让这些偶像 都不去做这些事情吗 据我所知 太多偶像在做这些事 而且古今中外都有 对 而且不管西方也好 台湾也好 都是一样 大陆也是一样 因为这是很容易的 你要知道这些偶像都很年轻 对 很多追他们的粉丝 可能各方面条件也都不错 对 有的时候说真的年轻人 也往往就把持不住自己 就直接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对这些偶像来讲 他会认为说那只是春宵一度 那只是大家在一起玩 可是对很多粉丝的心态 可能就完全不是这样 他觉得那是一份感情 所以这种当认知产生差距的时候 后面纠纷就一大堆出现 其实我们过去听过太多 很多现在知名的这些 当年是偶像 现在已经是天王级的人物 当年都干过一大堆这种事情 但是这种东西 如果以现在的法令来讲 这个有用权势 就是性交 利用权势性交这样的一个罪名 可是在当年那个时代 二 三十年前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而且当时的媒体跟网路 远不及现在发达 那个时候你连投诉都投诉无门 那时候就在我们媒体街道 通常也不敢报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有证据 你怎么会有证据呢 除非那个女的很处心几率 把相关的这些东西都留下来 不然的话你要怎么去证明 你曾经跟她在一起过 那根本就是很难证明的事情 这也就是我一直说 这件事情到现在差不多该结束了 其实大家想想看李敬蕾 这一次能够写出这个五千字文 他至少从2015年 就开始收集证据 你想想看 那是多么痛苦的一段经历 我每天跟我先生在一起 然后我要不断的去收集 这个复兴人相关的这些证据 然后我还要照顾小孩子 还要应付他的家人 这个生活他父亲 王立宏的父亲说 那什么最后两年宛如在地狱 我觉得李敬蕾 真的是生活在地狱中 在我的想法来讲 那当然王家人可能也不好受 所以这种事情真的 我觉得还是让他赶快落幕 赶快落幕吧 观众朋友 其实还有很多 值得我们关心的议题 包括在台北的万华 跟中正区的立委 林长佐的罢免案 那最后到底会怎么样呢 有人说最大的变数是柯文哲吗 这是一个问号 那当地我们可以看到林长佐 当然他这个要保住自己的 这个立委的席次 非常努力冲冲冲 不管是下雨 不管是出太阳 都在街头保卫战 可是出现这么尴尬的一幕 有一个阿伯 这看起来是个阿伯 正当林长佐在街头 慷慨激昂讲话的时候 他就大声的喝斥 大声的说说 林长佐你回家作秀吧 后面就是有叉叉叉 比较不雅的话 可是林长佐看起来 他也没有过去跟他对骂 就说希望还是可以回归理性 那这个到时候谁 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地区的朋友们 才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 那可以看到跟他站在一起的 还有很多绿的当地议员 有新秀也有老将 都陪着他一直在接风吹风 淋雨 这些人其实在当地都耕耘超久的 尤其是刘耀仁议员 他在中央旺华区 其实已经是五连霸了 还有周威佑也一样五连霸 那吴佩丽是比较年轻一点点 可是他们耕耘了很久 我们要问的是 他们真心帮林长佐站台吗 因为某种程度林长佐算空降 而且他甚至不是民进党的 他是被离让的 如果林长佐 可能被砍救了 就是他离我离开了 是不是他们就有机会了呢 所以这是一题要问的 我们再来看看 林长佐到底罢免案会不会过 友台有做了一个民调 可是这个民调其实还看不太出来 必须讲这个可能分两块 他会问这个中正万华区的民众说 你当天一定会去投罢免票吗 一定会去投 你回答一定会去投的人 里头有22%说 我会投下同意票 那有20%说我会投下反对票 可是有人说我应该会去投 就是说不知道 当天如果刮风下雨 或是我有其他更重要的事 我就不会去投票 那这些人里头有8成的人是同意 把林长佐罢免 58%是反对 那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民调出来 看起来林长佐是不是很危险了 那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说柯文哲 他的角色有一点重要 我们来看看这个区 中正万华区 有人说他是比较绿一点点的区 因为在台北 他感觉比较绿一点点 可是如果真的看板块的话 其实从2020台北市场选票来看 丁首中拿到了4成 柯文哲4成1 因为他这时候白色力量 邀文哲只有17% 那另外其他的一个 这个地世界中正万华区立委的选票 就是林玉芳跟林长佐 对上的那一战 林玉芳拿到41% 林长佐44% 可是还有13.2% 可能是民众党或其他的票 所以关键力量到底是在哪里 来 没有 我如果是林长佐 我一定会觉得很为难 他去环南市场 人家就要上电视上演 现在在街上 要叫他回家去作秀 林长佐我就会说 你到底要我去哪里 我怎么到哪里都被人家赶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长佐我们跟他那么熟了 这么多年 他本来就是一个毫无中心思想 哪里热去哪里蹭的人 所以他之前已经放话了 不排除加入民进党 这什么意思 贤子你觉得他会这样讲 有什么意思吗 我帮你翻译一下好不好 就四个字叫爸爸救我 妈妈 民进党也可能是爸爸 你为什么应该救妈妈 因为蔡英文是女生 那也不是 民进党里面也有一些男性 所以不管 总之我们改一下 叫爸妈救我 所以既然这个样子 当然大家要帮着出来 想办法推 所以这些人是被迫的 没有 他没有被迫 他们心甘情愿 因为可以曝光 对不对 你今天走在一个 这个要被罢免的人旁边 再怎么演被罢免是他 对不对 再怎么演被罢免是他 画面会被卡到 不会 你就专前面以前 以前立肯贵方不也是 尻到马英九旁边 对不对 你很熟 所以这些人就是稳赚不赔 长左出来 你甚至不用赔得哭 你就在旁边在那边挥手 摇手 不小心还走到林长左前面 那有什么不行的 加分 因为你曝光明年就要选 这几个人是不是明年都要选 每一个都是明年都要选 当然 而且我如果是像 什么赵逸祥 什么卓冠亭 赵逸祥 赵逸祥 每次记错名字不好意思 赵逸祥 然后卓冠亭这些 我也回去 可是别去的也要去 就凑个热闹 你忘了当年陈伯伟 宜兰市的市长都跑过去了 也是 因为为什么要曝光 那我觉得长左这一次 要搞一个嗨一点的 就是再办一个大型演唱会 然后到处撒名字 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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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让大家所有的支持者 都可以上来唱歌 那这样子才能够把 那个气氛再吵起来 你看他前一阵子 不是跑去宣讲公投吗 底下学生在那边撒名字 然后林长左很尴尬的说 这个不是那个场合 走错场 我也不知道长左要怎么面对你 干脆召集你所有支持者 来在万华干一票大的 让大家可以高兴一下 我都怀疑你是真心帮他 我哪有等等 我才没有反串 是因为林长左这一趴要过 就是要被罢免的机率 的确比较低 那比较低的状况之下 你能做的就是提升你的价值 这样子 爸爸才会把你收回去 妈妈才会更加爱你 明年就可以加入民进党 我认为他被罢免 如果单从这个案子来说 其实是有难度的 但是因为先前公投才结束 公投是大家出门去投票 然后他反映了蓝绿的基本盘 如果以林长左中正万华区的 基本盘来说 投下四个同意的 是大于投下四个不同意的 所以林长左他自己 应该也是有一些的危机 再来以中正万华区来说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以个地图来讲 他有一个很明显的分界 靠万华那边 真的是偏绿的 他开出的是比较多 四个不同意 但是靠中正区的 包括古庭等等的 这边是蓝 而且非常的蓝 你可以看到 目前林长左的行动 就我的观察 包括他在公投的时候的宣传 都是先以绿的选区 先做他基本盘的保底 就是希望说 这些人到时候 你至少出来投我 但是对蓝营的 比较偏蓝营的选区来说 他去走动的这个机会 去比较少的 所以他先前 林盛东的这件事情 对他来说 我觉得是很伤的 为什么 因为这就等于是 在他的本证里面 都有人是不服他 是不满他 对 本命区 等于你伤害了 你自己的基本盘 你的阿基底斯界 那你就更不用说 整个中正万华加起来 你看林玉邦跟林长左那一场 其实两边至少都有事成 所以如果以说这个假设 我们最后动员到是热的 那基本上你的胜负 可能就在5%到10%之间 谁会赢 说真的我们都完全不知道 那所以在国民党上面 我们有一些隐忧 就是中正万华的市议员 在这一区里面的纷争 刚好就是比别的去来得多很多 多很多 所以说能不能够有一个 团结的力量 一起让大家出来投票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关键 但我觉得这一点 就比较不用期望柯文哲了 我认为柯文哲在林长左的罢免案里面 他会选择比较偏向支持林长左的角色 那因为他似乎还是把林长左 当成是他之前的这个朋友 所以他感觉上不想要去沾这个 但是柯文哲他自己的表态是这样 并不等于民众党的支持者 对林长左没有意见 包括他之前羞辱柯文哲这些事情 我认为他们的选民是记得的 所以整个罢免案 你必须要第一个团结国民党 第二个是民众党的支持者 他愿不愿意出门投票 第三个是中间选民 对于林长左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从一 二 三 三步循序渐进的上来 看能不能够在一月的时候 有一个美好的一站 那首先你们国民党就要团结 如果没有团结 就没有二跟三了是不是 不过我们来看看讲到东哥 大家还记得这一幕 很多人印象深刻 环南自治会长林盛东 指着林长左的鼻子骂 可是我们知道其实过不了多久 整个都塞好 塞 就把它已经塞好了 就已经看起来东哥又回归了 所以这一局真的有伤吗 可能没伤了 这一局当然会在选民的脑海中 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 所以过去可能对林长左的 一些心头救恩 都会因为这样引发出来 可是问题是 现在疫情慢慢相对没那么紧张 这个效应就会降低 这是必然的 至于柯文哲的效应是如何 刚巧琴说柯文哲是 还把林长左当朋友 其实我不认为 我认为柯文哲是故意就是 那些比较刺激性的东西 就让你们国民党去做 他要显得他相对比较 重道理性 再抢一些绿的对 他可以抢一些中间选民 跟绿营的票 他有他的盘帅 对 你看 包括上次陈柏维的罢免是这样 这一次林长左的罢免是这样 因为反正你国民党要冲在前头 我干嘛 因为我如果跟国民党一起冲过去 我是小弟 对 对 我不如就站在一个 看起来的至高点一样 我还可以转身 因为到了苏蕾不干我的事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现在是有 他自己的盘算 绝对不是什么朋友不朋友的问题 可是你说这些民进党在地的 司议员是不是被强迫了 完全不是 你要想想看 他们难道不想要更上一层楼吗 这个位置空缺 他们就可以顶上去了 我知道 你以为他们两个都 你看刘耀仁跟周卫又两个都五连霸 五连霸 那他们为什么之前不选立委 对 因为他之前被领域方压制 他就没有办法选得上 他们出来 你棒打出得好出来就被打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林长左 他们会被分配到万华 实际上就是因为民党在这区选不赢 所以就派一个 反正输赢都跟我没关系的 去试试看而已 结果没想到那一年 挟着整个国民党大败的风暴 结果他居然上了 跟3Q差不多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本来连林长左连任 大家都不是很看好了 结果因为又因为白的 把票分走 就造成林玉芳又落选 那所以林长左在那边 甚至包括整个绿营 在中正万华的基础 其实没有那么的稳固 你要知道昨天阿童也讲 因为他们虽然议员上面 跟国民党是维持平盘 那主要是因为民党配票 很成功的关系 所以对这在地的民党议员来讲 其实他们不是在保林长左 也是保自己 你不要忘记明天他们就要选了 所以如果林长左在这区大败的话 你想想看会造成什么结果 他们自己可能也会很惨 所以他们其实不是在保林长左 是在保他自己 他如果能够帮助林长左稳固的话 他明年选情才会稳定 所以大家每一个人 都有各自的盘算 但是问题的癥结还是在于 刚刚巧新讲的 国民党自己内部的问题才最大 那当你发起者的问题 最大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张要怎么打下去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马上回来